大家好,我是军师,系统讲解实战干货,给你交易出谋划策的军师 这个五一小长假一下子就过完了 我个人上了年纪了,怕人多,所以回老家住了几天 上山挖点野菜,抓抓鱼什么的 回味了一下小时候的生活,也算是给自己的心灵放了个假 还挺舒服的 其实我觉得人这一生,不管你走到什么社会阶层 都要不断的思考一下自己,回过头来总结一下自己 只有这样你才能不断的前行 一点点小小的感悟,希望给大家共勉,言归正传 上一个视频也就是在4月19号的视频 我重点给大家讲解了一枚板块类比白酒板块 也给大家讲解了一枚板块的赚钱效应的模仿 从小康股份打出赚钱效应之后 一枚的朗兹股份也开始接力 然后再衍生到澳阳美股,苏宁环球,还有澳阳健康等等 那么这些华东医药,苏宁环球,澳阳健康 也是给大家反复的提示了,对不对 跟上操作的朋友也都有大肉在手了,对吧 比如说这个华东医药,我在4月14号的复盘笔记里面 给大家提到了 当时这么写的,无论是风格激进的还是风格稳健的 都可以留意这个华东医药 随后每天都在提示,对吧 到目前已经有50个点的利润了,对不对 所以我的复盘笔记呢,大家一定要去看 还不知道在哪里看复盘笔记的朋友呢 可以在留言区找一找 再比如这个苏宁环球 在4月28号的时候 我在微头条也给大家说了,对不对 点火了一个医美的小票 那么苏宁环球目前是三连版,对不对 再一个呢,就是奥阳健康,在上一个视频也就是4月19号 我重点讲了奥阳健康的逻辑,对吧 那么低吸道的朋友呢,目前也有六个点的大肉,对吧 所以啊,我给大家讲干货的时候 那是给大家讲一些技术本领 而我在给大家分析盘面和逻辑的时候呢 这里面就很可能有你们想要的致富带吧 所以啊,我给大家讲课 都是有余又有余啊 好,那么今天呢 我就重点回答几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 这些问题呢 也都是朋友后台给我留言 我整理出来的啊 这里给大家做一个统一的回复啊 第一个呢,就是说华东医药 后续该怎么走啊 第二个呢,就是为什么军师在最后一个节假日 明确的看好苏宁环球午后的回风啊 第三个呢,就是医美概念后续的机会在什么地方啊 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华东医药后续该怎么操作啊 这个我在复盘笔记里面反复给大家提示过啊 这个医美板块呢,就是类比去年年底的白酒行情啊 而这个华东医药呢,它就可以类比白酒板块里面的老白干酒啊 虽然有很多质疑啊 但是华东医药呢,目前确确实实走成了一枚板块中的老白干酒 对不对 那么至于大家关心的这个华东医药的高度问题啊 我们同样可以来类比当初的老白干酒就行了 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块啊 老白干酒见顶的走势是吧 它是在顶部构建平台而不是A字杀啊 大家注意一下 它是在顶部构建平台而不是A字杀啊 所以很简单,只要我们的华东医药开始在高位构建平台啊 就是我们获利走人的时候 这样说大家是不是很容易理解,对吧 好,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为什么军师在最后一个节假日明确看好苏宁环球午后的回风啊 同样啊,也是类比白酒板块啊 当初这个老白干酒启动的时候啊 市场挖掘了连板换手票的金种资酒对不对 每天都是在换手掌顶对吧 这个截图呢就是金种资酒啊 它这个位置啊就是换手掌停三连板对不对 那我们再看一下苏宁环球啊 这里是不是换手掌停三连板对不对 那同样会有人问啊 为什么这个澳元美股不是金种资酒啊 这里呢我告诉大家啊 它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但是截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啊 这个澳元美股呢 它是缩量的啊 所以呢减分了啊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啊 就是医美概念后续的机会在什么地方啊 我个人认为医美板块后续的机会就在医美叠加其他概念方面啊 这个逻辑呢是一样的啊 也是类比白酒板块后期啊 它就是延伸到了黄酒啊养生酒啊等各方面的套利机会啊 而从盘面上来看呢 上周五强势手板的这个得展健康 那就是医美加疫苗加碳中和 对吧 这表明资金已经开始挖掘医美的延伸和叠加概念 补涨方面了 对不对 这一块的个股机会呢 我还是会放在复盘笔记里面给大家详细讲解啊 大家可以去挖掘一下这个医美叠加碳中和啊 医美叠加二胎啊 医美叠加疫情方面啊 等补涨个股啊 也算是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啊 而答案呢就在我的复盘笔记里面啊 还不知道在哪看复盘笔记的朋友呢 可以关注一下留言区啊 好 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给大家全部讲完了啊 还是老规矩啊 录视频不易 看完的朋友呢一定要给我点个赞啊 你们的点赞呢 是我坚持下去的唯一动力 有问题的朋友呢 在后台给我留言 我看到之后呢 会给大家做一个耐心的解答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见